美国的疫情也持续下去 包含了纽约州还有加州 洛杉矶以及华府 都把居家防疫令延长到了5月中 美国纽约州16号宣布 又有606人因为新冠肺炎病逝 虽然死亡人数创下了10天以来新低 住院患者总数3日移动均值 加护病房患者以及插管的重症患者数 都较先前减少 显示疫情趋向稳定 不过每天仍然约有2000个新病例住院 代表病毒的威胁尚未完全消除 因此州长古墨宣布 居家防疫延长到5月15号 并要求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乘客和驾驶 都必须以口罩等方式遮住口鼻 而不止在纽约州 包括洛杉矶市以及华府 都把居家防疫令延长到5月15号 而在疫情持续的此时 纽泽西州一家安养院发生严重群聚感染 有超过百人染病 而到4月15号为止 该院有57人死亡 其中26人证实是因为新冠肺炎病逝 没关系 这一集是 5月15号为止 4月2日 6月2日 9月1日 6月1日 二日 小时 大日